新闻一开始要带你来关心的就是针对这鼎心的问题油事件黑心油 章话检方侦办鼎心案最新消息是 昨天傍晚呢检方缠换的代理董事长陈茂佳到案说明 陈茂佳面对征讯他说辞是避重就轻 检察官在今天凌晨升压 而法院的积压庭也非常罕见的 只开了半小时就火速裁定收压警戒 而算一算这也是鼎心案发展到现在 他是被收压的第十一人 当然检方的这个侦办动作 现在外界解读有可能就表示 鼎心三董胃硬冲事案的程度升高了 魏董知不知道顾牛的事情 有知道吗 魏董知道吗 陈茂将被罚警戴上手铐走出甄讯室 被问到黑心油是否是胃硬冲受益 他只轻轻的摇摇头 究竟是不知情还是不想回答 没有人知道 胃硬冲受益的吗 你是胃硬冲受益的吗 陈茂家在魏仪冲辞去顶心董座之后 担任代理董事长 面对检方讯问时 针对黑心油案是否是高层受益 陈茂家的说辞都必重就轻 由于陈茂家涉案情节重大 法院积押亭只进行半个小时 法官就裁定他收押觐见 检方13号傍晚搜索位在彰化涌进的顶心总部 并且以被告身份传讯代理董事长陈茂家 以及灵性副理和陈姓专员 还有7名员工到案说明 而在搜索行动进行时 一名办事员竟然将部分重要的证物文件藏在车上 当场被检方列为被告 经过针讯 副理和陈姓专员都被请回 藏匿文件的江姓办事员10万元交保 由于陈茂家是顶心代理董事长 随着他被收押 这把火很快就会烧到三董胃硬冲的头上 上午也有些议员候选人 率队在顶心集团门口清淡未选的牛奶和酱油 引起辖区警方的关注 记者综合报道 都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区警方 要好重 创造 颜值 继续 要好重 刚 我可以认辆